中国军武有多牛 2023年才过去四分之一 中国军武就又迈出了一大步 今天咱们就盘点一下 2023年中国万众瞩目的五款高科技武器 激光武器 以往只在星球大战里看到激光武器 到现在咱还真用上了 据说沙特用中国生产的激光武器 击落了12架无人机 创造了激光武器全球首次实战的战果 这激光武器能把超过核武器 100万倍的能量 集中在一个小点上 瞬间把目标摧毁 可以用来拦截导弹 飞机甚至打卫星 好家伙 后裔要是用上了激光武器 都要说真香啊 我国计划在2023年 把一个五吨的激光炮 发射到滴滴轨道上 作为一个专打卫星的激光武器平台 这个是全球独一份 能做到这点 是因为咱们攻克了激光武器的核心技术 KBBF晶体 在我国掌握这个技术之后 美国可是用了15年才琢磨出门道 可以说咱这激光武器 目前是领先世界的一款黑科技 电磁枪 它的外观就像从科幻电影里出来的 开枪不仅无声无烟 射速还能达到每分钟几千发 这可比传统步枪 七八百发的射速快上好几倍 电磁枪发射用不着火药 所以这电磁枪子弹 跟传统步枪的子弹比起来 是又轻又小 大大方便了携带和后勤补给 这电磁武器 简直是在冷兵器和热兵器之后 把武器带到了一个新的赛道 之前美国的电磁炮项目始终没有进展 无法小心化 花费还特别高 去年干脆直接就给下马了 咱这电磁枪高调亮相 是一点没给美国人面子呀 不光是地上 天上的武器 咱们也是世界领先 点个赞 咱们这就来看看 不靠飞机军舰也能威震四方的特殊部队 究竟用的是什么武器 动能三反卫星导弹 卫星可是能24小时监控地球上一举一动的高清摄像头 美国的星链卫星 在俄乌冲突中内可是拉了不少偏价 让俄罗斯吃了大亏 所以打掉卫星就甭提有多重要了 我国的这款动能三导弹 那可是实打实的顶尖黑科技 就连美国也自贪不如 经过了动能一和动能二的不断试验和改进 动能三反卫星导弹的射程达到了36000公里 已经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地攻击任意轨道的所有卫星 就连美国的GPS卫星和军用通讯卫星都能够得着 就问星链卫星怕不怕吧 AKF98A隐形巡航导弹 这家伙的学名叫隐身防区外部散器 顾名思义 他能在防护武器打不着你的地方 就把导弹给扔出去 带着隐身外挂撕裂对手的防线 并且他的威力还很大 一枚就能让一个机场瘫痪 当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 老美使用了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 一轮精准点穴就瘫痪了对手 可见这玩意是背儿好使 这次我国的AKF98A射程更远 还能隐身 所以刚一出现就直接引起了各国的关注 接下来这个中国最受人瞩目的武器 可是个大块头 第二个关注咱们一探究竟 2023年中国吸引全球目光的武器 003号航母即将亮相 福建舰航母 要说这能驶向深海的黑科技 指定是航母了 我国从第一艘航母开始 建造速度是越来越快 好家伙 现在这航母都能下饺子了 这不最近 咱们最先进的003号航母 福建舰就要出门海市了 虽然距离服役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和隔壁美国的福特号相比 就是用上了快进模式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 并且是弹射型的航母 而且采用了平直通常甲板 这可是过去20年来 全球除了美国外的独一份 比起别人家的华越甲板 多出了一块空间 能停放更多的舰载机 战斗力自然也就上了个台阶 之前要说咱们两艘航母的阵容 只能跟英国打个平手的话 这次福建舰的加入 咱们就已经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航母大国了 好家伙 8万余吨的排水量 还顺带手把二战时日本的大核号 保持了82年的亚洲最大军舰记录 给打破了 提到它的黑科技 最绕不开的自然就是电磁弹射系统 相比美国一直用的交流电系统 福建舰直接用上了 更先进的直流电中压系统 此外 还有电磁拦阻 还有准备搭载的全新歼35隐身战斗机 正是有了这些黑科技的不断加入 中国才会不断创造出更多新的可能 未来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我是小丛哥 专讲黑科技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